我脑子里有个渣男是谁啊 就是前一阵判的那个 日本判20年的 那个江戈案 那个陈世锋 那种渣那就是属于 但是我恰恰觉得 他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渣 就是他其实是很执着的一个人 就是他的你看很多短信啊 他如果没有他最后那一部 可能很多女生下来晚上会觉得 他还挺甜的 或者是他还挺痴心的 他很痴情很执着 他一定要追会一定要怎么样 我觉得他跟我们通常认识的渣 还不太一样 他就是反正的人格 就概念不一样 你看我听他们讲这个渣男呢 就开始在我脑子里反应 就像陈世锋这一类的 还包括那个上海杀天 上海杀天 就是那种啊 就是我有时候就是 也挺为身边一些女孩子担心的 就是这个男的 好的时候看不出什么来 也都挺好 就是架不住分手 就是你要跟他一分手啊 哎呦这种变态的 还是就全出来尾随跟踪 甚至是把你们家窗户 就那 那就发展到最极端 就是就是这种犯罪了 李老师您怎么说这个 像陈世锋这种 我觉得就刚才说渣男 我我个人来看这个事情 我觉得是跟我们中国在在文化当中 这个性别文化 比较薄弱有关 就是比如说我刚工作的时候 我有一个同事啊 他给他介绍对象 当然家里去 然后呢说这是那女孩的房子 他说我不进去了 他说人家这是女孩子的房子 我们第一次嘛 然后呢外出走路 他每次都很有意的走到外面 后来呢 因为我知道他是在国外留过学的 所以就是给人感觉 就特别有那种风度和 就是爱 对就是男性的那种 性别的那种修养 可是呢我们这个社会 你就会发现 尤其男孩在家里都是祖宗 对 就是说一般呢 尤其是独生子女家庭 或者说家里就一个男孩 然后或者晚年生子 或者家中长子 然后呢这种情况 很多家里呢都比较宠 这一宠呢 他就容易形成一个 就是自我中心 所以这种人到社会当中去吧 他尤其遇到一些 就是完全不能如意的这种情况下 他就会把那种本性的东西拿出来 他没有底线了 也就是说不择手段 但是您说哈 就是咱们老说这个识别 我后来看了很多描写 我我就觉得 我真看不出 没什么规律可循 因为你比如就说这陈世锋 就是当年看那同学 有说他呢 平常沉默寡言 性格内向 也有说他呢 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积极幽默 什么和各种性格 在不同人眼里 都有不同的性格 那你说谁知道 他到最后不行了 这里边后来我看 咱就根据报道来说 根据报道来说 好像是有一条 就说这个刘欣 就是他这个女朋友 不是想摆脱他吗 分手想摆脱他 老摆脱不下来呢 你说是不是 刘欣踩的这一招 更加刺激了他 刘欣的这一招 就找了个男的 就说 待会我就说 你跟我好了 那么您觉得像这个 是不是会更刺激他 在这个性问题上 挺麻烦在哪呢 就是说 其实像我们老家 过去 就是像我们 对这一辈人 我们那是谈对象 没听说半年之内就结婚 对对对 为什么 就是说都得 至少得谈两年左右 半年还没拉手 其实时间 就是检验渣男 最好的事情 对对对 所以李老师刚才说 这谈恋爱 要慢慢谈 这是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 这两人一旦发生过性关系 这对某些男的来讲 就相当于 就是说动物 他有一种本性 一见血 他就特别兴奋 动物本能 对他也是这样 只要有过这种行为关系 他往往就会有一种 就是 因为比如说 我也跟一个 系列强奸犯 跟他谈过 后来他就告诉我说 这个女人和女人 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会发现 他有些就是女孩 当他和一个男的 分手的时候 这个男的 他实际上 教过好多女孩 他就死追这一个 那也就是说 女性可能不能理解 实际上他 这个男性 他自己心里明白 所以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还是这个观点 就是老话特别对 在这个吃不准的情况下 不要轻易的 去和一个男人 睡到一起去 瞧瞧 很麻烦 你们年轻人 我觉得其实也不是说 完全不可以判断 就是我自己 所谓遇到过这种性格 比较反社会的 或者怎么样 我觉得有一个特征 就是他们自己 在他们这个失控 他们在超速了 或者他们在逆行的时候 他们是意识不到的 就是他们可能 越了一些边界 或者他们情绪失控 然后怎么样 他特别执着 他们自己意识不到 他可能是又给你道歉 说哎呀 这个 不好意思 我那个 刚刚怎么样 但是在做这些行为的时候 他们是意识不到的 我觉得这种人 就非常非常危险 我之前有一个 认识了一个 美国的一个男生 我就跟他见过一次面 后来他就 他老给我打电话 后来就觉得有点烦 我就把他的那个 他老要微信跟我语音 我就把他微信拉黑了 然后他就给我打电话 就每天 每天早上三个电话 每天晚上三个电话 一直打了 大概有个半年的时间吧 不停地发短信 说这个 你欠我一个解释 你为什么拉黑 我不公平 我只要一个解释怎么样 就是他的这个 他自己其实在越一些边界 但他自己没有意识到 他就很执着地 被一个念头说 你就是欠我一个解释 不公平 欠我一个解释 然后我就觉得 这个就很危险 我就赶紧 拉黑一切的联系方式 让他联系不到 你说这个 我还想起来 就是我认识一个女主持人 当然不能说名字了 我们俩也挺好 他就有一次 他说他去新加坡 就碰见了这么一个商人 这商人可能就喜欢上他了 喜欢上他呢 他也没跟他好 但是这个商人就不停的 就这种执着 不停的找他 开始还挺礼貌 到最后他老挂电话呀 就就就就那个人呢 就开始就 我觉得是一种病态 因为我怎么发现的 那天我跟他聊天 他接的一电话呀 脸都变了 他不是脸一点都没变 他就把电话放在旁边 就没就没挂 就接着跟我该干嘛干嘛 就聊天干嘛的哈 后来我说你怎么不挂那电话 他说就是那疯子 就是你知道吗 他说我挂了他又打过来 挂了他又打过来 他打过来 所以他就让他说 他说我都不听了 就那个人就疯狂的 哇哇哇就就这么说 其实他根本没有就 您说这种算病态了吗 这肯定是病态了 这个其实人在社会生活当中 很重要一点 就是说你要根据对方来调整自我 就是我们一般讲人格的发展 三个阶段 第一个是本我 本我就是我想干嘛就干嘛 快乐的原则 第二个阶段 他叫自我 这个自我的意思就是什么呢 要根据外部的情况 审时度势 所以他叫现实原则 那么有些人呢 就跟我讲 他从小在家里 都没有很好地去 就是给他一些规范 一般这种情况 往往都是被宠溺过的 被宠溺以后呢 他就觉得这个事情 我要做的话 一定要做到 我才不管不顾 我不达目的 事不罢休 他有什么意义呢 女孩追不回来了 他看不到别的东西 他眼里看不到别的东西 他认为就是说 是你对不住我 然后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所以他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完全没有自我 所以这种人也不会有超我 就是说不会有自我良心的 他也不会超过来审视自己 对 不会知道说这个事情 其实我讲最 人最复杂的 或者说最高层面的心理 就是反思 什么叫反思呢 就是说 就是我们的思维 比如学习思维是正向的 就是从简单到复杂 往深了走 然后呢 我们的解决问题的思维 是正好是反向的 比如医生给病人看病 他是知道结果 然后他也知道 你怎么得病的 他才能给你治好 对吧 所以那么还有一种思维 是360度的 360度也就是说 像我们看自己的后脑勺 是看不到的 是要借助两个镜子 对吧 那么反思也是 他要借助两个东西 一个呢 就是说 他必须具有抽象思维的能力 把一个事情 他能够在脑中重现 第二个呢 就是说 他必须具有一个内化的标准 这个标准是在 他长大过程当中 逐渐接受的 哪些事能做 哪些事不能做 我们叫良知 如果这东西 他没有内化 这个人就根本没有 没有反思的标准 所以呢 就是说 这个第三种这种情况 是很多心理不成熟人 常常都出现的 但这种人很多 对 因为他不知道 所以我们有遇到一些 心里有问题的人 找我们咨询 你就看这人什么表现 他如果说 哎呀这个事吧 我觉得我也有点不对 但是当时我觉得他的反应有点过当 他你和我都用的话 这个人就是比较正常 他如果上来就说 我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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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整个的过程全是我 你就知道这人 他整个没有反思 为什么 他全说的是感受 我就碰到过这么一个事 那还是我年轻的时候 一个女的和一男的谈恋爱 这女的后来 女孩不喜欢了 就想跟他吹了 就跟他吹了 吹了以后呢 他以为事儿吹就吹了 但是呢 突然有一天 也没多久了 他在屋里待着 男的推门进来 反手就把门锁上了 锁上这个信号 是非常不好的信号 然后他从兜里掏出一墨水瓶 那墨水瓶是深蓝色的嘛 那他把盖打开了 他说这里是硫酸 告诉你了 说如果你不同意跟我好 没关系 我到我脸上 那女孩看半天 就觉得这孤立无援 说他说 他后来跟我说 他说他真到他脸上 我不怎么可怕 我怕他见我脸 后来的 后来他就彻底的认怂 他说我当时想 第一我出不去这个屋 我就是往外甭跑 你开门的功夫 也脱了 一抖也受不了 他说呢 只好说你先 别这样 你不要过于的激动 我们的问题是可以往下谈的嘛 他就把人家 就彻底的认怂 说他说 在那一刻我什么都不想 我就想他要把那个瓶盖给我拧上 因为拧上以后 你才可以再选择第二步 结果那男的一听说 他这样的话特高兴 就马上就是高兴的不行 就把盖给拧上了 你说我旁边一搁呢 然后他说他在那个盖拧的那一瞬间呢 他心里就一下子先踏实了嘛 因为这个任何人都会害怕 就开始聊 那时候那一就堵着门口 聊了好几个钟头 最后那男的聊高兴了 说我告诉你吧 这里就是自来水 你都说我不信 你拿来给我看 他说你看一看 他流酸你还不知道是酸的 你闻闻 这水 就扔了 就扔那男的 然后就跑出去了 那首先证明这男的第一 这男的心计很重 但是这种事情 如果是真的 我们那时候 在你不能判断的时候 你不能去赌 我小时候 我们法院判过 就实际上那个 我就知道 一个纺织女工 就是谈恋爱 就说这个女的 真是你怎么能识别这种男的 就是你说分手了 怎么得追不回来 这有一天 啪一瓶硫酸 破你脸上了 他怎么都 你甚至这种 这种案子很多 破硫酸 极端的 这个极端的人 他有什么特点呢 其实有两类人 就是我们一般讲人格问题吧 人格就是不太正常的 有十多种 那其中有两类 是属于这个的 一个叫边缘性人格 这陈志峰 就属于边缘性的 边缘性人格 他什么特点呢 他好的时候特别好 对对对 然后说急的时候 所以他是在一个 界线的两边 跨来跨去 这叫边缘性人格 他也被称作叫爆发型 所以这种人格的特点呢 他你要跟 遇到这种人的时候 就是刚才马爷说 这特别对 就遇到一些 特别紧急的情况下 你一定要认松 就别再刺激他 彻底认松 对彻底认松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先认松 然后慢慢去缓解他 让他能够逐渐 就是我们像脱民的 一点一点脱 不能一下就不给他这个 这是一种人格问题 还有一种 就是刚才讲的比较麻烦的 就是被动攻击人格 什么就 被动 就是上次咱们提到的 这个就是 扣小孩演的那个案子 你还记得吗 我提到过 被动攻击人格 被动攻击人格 他的特点就比较压抑 他在人面前 有很多东西 其实他很恨你 但是他要跟你一副笑脸 他很不想跟你说话 可是他又怕 咱俩在一块待着没话说 使劲说 那么就是 他是属于那个 就是他的表现 和他内心完全不一致 被动 对 他很拧巴 这种人呢 他你别看他表面没有事 他其实内心 已经积攒了很大的东西 他哪天一不高兴 就跟你翻脸 所以这种人 他的特点就是 不敢当面 他一般跟你使 蔫坏 被动攻击性人格 所以这两类人格 都是属于在 谈恋爱过程当中 遇到特别小心 但是在爱的时候 能看出端倪吗 你比如说有时候 我在生活当中 我要遇到一个特别客气的人 我一般都特小心 就是说话直着白咧的 你就这人 你不用防他 但是这人老跟你特客气 他老是那眼睛 后边有眼睛 这种人你跟他相处 你也要跟他客气 然后跟他说话 都要小心紧视 我这辈子碰的人是这样 我年轻的时候 特别不相信一种理论 就是人可以看面相 特别不相信 人怎么呢 你怎么知道 人心各肚皮 那知道肚子里怎么想 我到这个岁数以后 我觉得第一印象非常重要 尤其眼睛 眼神不定的人是特可怕 我历史上 就是碰到最坏的人 都是那种眼神不定的人 闪烁不定 就是你跟他说话 那个眼睛老闪烁 他就是给人感觉 这个眼睛能往那边闪 这眼睛能往那边闪 就是非常不适 还有一种人 就是像这个上海的那个哥 把那个女的杀了哥 就那种眼神极为阴郁的人 就是他这个没有人有阴郁的时候 说我情绪不好 然后我们家里出了大事都可能 挺高兴一事 真好 在旁边特阴郁 就这种人我就觉得特恐怖 这种人就不能过多的接触 我觉得谈恋爱 我其实怕遇到两种人 就是一种就是说 还是我刚刚说特别执着 就比如说你打电话 你没接 你可能发一个 就是说我在忙 不停的打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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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你这个爱的时候 你可能会觉得说 哎呀你看他还是很在乎我的 你看他多么的这个小信心 还会跟闺蜜炫耀 你看他这多在乎我 但其实我觉得他就很执着 就他一定要达到他的目的 我就这样 对然后我觉得我害怕一种 就是说他没有共情能力的人 就我原来看过一个说 这个连环杀人 连环杀人犯 为什么能连环杀人 就他没有共情能力 他就是他想象不到别人的痛苦 就我觉得如果跟人在 比如说跟男朋友在交谈 你发现他对别人的这个痛苦 没有想象能力 他就没有共情能力 就这种人我也是很害怕的 你可能显示出来的是一种 特别成熟 特别稳重 或者是有的女生会觉得 这个就是感觉什么事都搞得定 或者是感觉特别冷静 但是他其实是没有共情能力 那我可能是 我有共情能力 可能是这个救了我这第一点 李老师其实我也是个病人 我就是发现 有一个什么呢 我现在不断的要自我改善自己 就是说有个 你比如说我父亲 他是做这个工程师的 做这个精密的 很精密的仪器的 我就觉得我是不是遗传了 就是有的时候啊 我经常要提醒自己 就钻牛角尖 就你比如说 我要找你 如果我没找着你啊 你知道吗 就是并不是说 因为找着你这事多重要 而是说找不着你 这事我今天就放不下 我不找着你 我就没法开始 第二件事 后来我就看这个陈世锋 不是我们俩没什么关系 后来我就看这个陈世锋 跟这个刘欣在这个同居期间呢 说后来刘欣是什么时候 发现他有点毛病呢 就是说 太爱较真 为了看场电影 为了吃顿饭 你知道吗 就有些时候就是说 我现在觉得有些时候 我就有这个错 就太爱跟人较真 比如说 咱说是一厘米 你为什么给我弄个0.5厘米 就这点啊 就有时候我也能把人给熬的崩溃了 你自我需要改善吗 就真的我觉得这个是我的毛病 对不是 我觉得一个人的这个 之所以能在社会上进步 主要就是 我老说你认识世界不重要 认识自己最重要 你不要天天想改变这个世界 你知道哪好也不重要 知道哪不好最重要 一个人能在这个社会上 能够迅速进步 就是知道你哪不好 就这点事吗 就改了 比如我这个人忒愿抢话 以后我就自个儿意识 别老抢人家话 这是很小的一个毛病 对不对 这就属于李老师说的 就是说你还有自知 这个很重要 但是李老师就我问您 就是说像这种性格 他发展到极端 他会不会是有一种妄想 就是说 就是说这件事情 必须要如我所愿 这差一分一秒都不行 他一定要按照 我脑子里的这个意愿 完完全全的实现 要不对了 我就疯了 很痛苦 这是科学家的品质 对不对 做科研确实像你 你做的这样 就是说尤其搞仪器 包括那些数字 他要如果错一点点 他不能接受 但是这个用在男女的 这个关系上呢 这个男女关系呢 我个人还是说的这个问题 其实他这个 除了刚才我讲的 这个我们的性别文化当中 我讲了一个男性 其实女性也有 记得曾经有一个 美国的一个学者 曾经讲 说女孩子怎么才能 让男孩子 真正就找到好的男孩子 就是说你跟他谈对象 谈到九点钟 说我要走了 我九点半必须回家 然后呢 这个就是在谈对象的过程当中 他就讲 这个总掉着 然后呢 这个点他就说走就走 衣服也是穿的严严的 说这种的女性 往往男人就觉得 我必须得尊重你 而且我愿意把你娶回家 有原则的女性 对 他就觉得这种 我放心 到家里以后 他今后不会去勾引别的人 或者跟着别人走 然后呢 相反 刚见面 俩就在一块了 他说像这种的 真的很多男人 一般这种女性 他基本就是这种就把你甩了 所以你看网上 我经常见他们女孩子 在探讨 为什么某一种女孩 老是欲渣男 我这种 我不是说欲渣男 就是我说的渣男 就还是指 就是说性格比较极端的 我后来反思啊 不是我容易欲渣男 是我把人家变成渣男 你知道 我后来发现是这样 就我 我现在好很多 前两年的时候 尤其是大学的时候 经常会出现 我就说这种 不停的给我打电话 不停的打电话 不停的打电话 尾随 然后在你手机上 装什么跟踪软件 到什么地方 我就经常遇到这种 很疯的 然后我就在反思 为什么 然后我就在想 我是不是运气不好 老遇到这种 我后来发现 其实我自己的问题比较大 因为我的性格是那种 比较软弱 就是我不好意思拒绝 别人 别人一直示好 或者是 我就会说 我们做朋友吧 我们做朋友吧 我就不会那种 很明确的说 拉黑那种拒绝 我就说 我们还是继续做朋友吧 对 然后呢 但是就忽然有一天 我觉得我受不了 我就彻底这个拉黑 然后就是不理 那人家就忽然就崩塌了 因为在我 没有明确拒绝的时候 它这个幻想 是不断助长的 那有一天 我整个一盆水浇过去 它就忽然疯了 所以我那朋友说 说你这个就是 就像这个鲨鱼和鲸鱼 本来其实是两种不同的物种 但是因为他们在同样的环境中 所以就长出了同样的流线性 就像这个追求你 前两年大学的追求你的人 他们本来各有各的正常 但因为追求你 都是变成了同一种疯子 你也够帅了 我有时候跟那个女孩说 这女孩说最感动的就是这样 在这千万人面前 一个男的 我 我就 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也很可怕 对 我是真的不太理解 就是说 假如我是女的 如果我是女的 我真的难得 我不会找她的 我说你让我 太害臊了 你弄得 全校的都这样 这是 当然我不能理解 可能女孩是觉得最感动 我一直觉得 这多害臊啊 这种女孩也是少数 我觉得像我们都不会这样 但现在我觉得 现在大家会美化这种心 一个女的 就是很 很虚众 原来是个医院的 什么好像是个护士一类的 然后有个医生 想她求爱 把那个楼道里 铺满了玫瑰什么这样的 然后所有人 都在裹钱当中 她也答应了 家不住 她后来又碰起 她有钱 她还是喜欢钱 跟她有钱的 所以就把那医生 给彻底晾了 然后她跟那有钱 一跑就很简单 离开这个医院 对吧 但问题是男的 医生怎么离开这个医院 就很麻烦 就这种事情 对 她刚才说 我觉得应该 社会应该反思 公众示爱 这本身就不是一个 值得打仗旗鼓 去宣传 尤其不能当成一个 好像英雄壮举一样的 这也更好 这跟王成这个 笑话开炮是两回事 对啊 你这一被伤害 你这不仅是 你求爱被伤害 被对方伤害 你整个被受为羞辱 你这个社会羞辱 我觉得对人 是一个更沉重的 一个胆子 所以你别看 你说这个 西方文化当中 有一点 就是说这个婚姻 恋爱 是很隐私的事情 甚至都不主张 跟人聊天 跟人打听这个 我觉得这是有道理的 对吧 你再怎么着吧 你设计不到 你对社会面前 没面子 对不对 是你们俩人的事 而且我还是觉得 就是像有些人 我在原来 我上大学的时候 都见过这样的事 您说那是一种 什么男孩子 你看今天很多男孩子 手上都有烟头烫的疤 你知道那个时候 我们学校就有名的 就是说 就找一女孩 我给你求爱 你跟我好不 你跟我好 从你这烟头就在那 你说你答应我 你说这种 我有时候觉得这种 你碰见过 你肯定碰见过 因为那种 割一刀割一刀 对啊 有啊 很多人这割 过去要债也这样 说你给不给钱 不给我剁一手指的 再剁一个 李老师 你说这种人 将来有没有可能 发展出极端行为了 那肯定有啊 就是一般像这种人 我觉得还是挺 得躲他远点的 而且呢 我觉得这就是 他这已经也突破底线了 就是他 我觉得你 你跟一个什么样的人 就是要如果 一生在一起生活的话 他至少有些东西呢 你要如果光管一时的话 你做不了一试啊 你不过剁手指头 他能一辈子老剁吗 他十个指头能躲多久啊 对吧 剁手指头有这样的 对啊 就是楚烟头也这样 因为剁手指头 比楚烟头要厉害的多 这个拿烟头烫的 男孩子现在很多 因为他觉得烫一下烫一下 剁手指头是这样 为了跟那女孩去求爱 最大的决心就是 我剁一手指头给你看看 剁手指头是很血腥的嘛 对吧 因为对吧 你想着吧 他呢 上超市买一个猪尾巴 猪尾巴把你尖切了 跟手指头差不多一边长 然后到这 你知道吗 你只要抡起菜刀 往下一剁 你当然得事先练一下 这样 这剁的一瞬间 那手指头回去 把这猪尾巴那胳膊 啪 那女的看都不敢 女儿看都不敢 你把它扔了 你把它扔了 其实就扔一猪尾巴 这手指头还是好的 但是这个事不能推广 这个事你这个世界 要我肯定是马上 我给你找纱布 咱们包着 这是公安大学的 但这都是多容易被识破呀 你不能以后 识破 我告诉你 没有人能识破 你敢瞪脸 但是你以后 你总会选手 以后那就令 你先到手来说 先到手来说是吧 然后呢 再缠着点纱布 你把这个 你想我把这个 又接回来了 再缠一纱布 所以你看 所以有时候人也说 女人说男人不坏 女人不爱 可能这种男人 还招人喜欢 没准到最后一看 哎呦 你跟我玩这么一把戏 然后就听到什么 他不一定是坏 要不说 我就挺欣赏 马爷这种 就是游戏人间 有点乐观精神 就真的 我现在觉得 咱们这个社会 就太这种成功 就您刚才讲的 成功教育 我也不是信佛的 我也不是佛教徒 但是我就知道了 我觉得 这个佛教里 讲的有个事 是个很好的劝告 就是说人呢 他得有两个追求 一方面 你看咱们 这个成功学 就所有我们从小 教育们 永不放弃 执着是个宝义词 但是执着 在佛教里 可不是个好词 你老和人 经常就跟人说 别执着 不要太执着 所以我觉得 得把握住一个度 如果你教育孩子们 老是这种 不达目的 死不明目啊 我觉得 他可能分不清 在什么事上 不达目的 死不明目 那当然我们的教育 就叫有智者 市进城 我们从小就这种教育 所以尤其你侮辱歧途 就比如说 所谓侮辱歧途是什么 你不是搞音乐的 你去学音乐 你没有绘画天赋 你去学绘画天赋 包括行真 行真您接触人太多 他有人就有天赋 他破案就比别人快 思路就是对 有的人兢兢业业业 去了啥案也破不了 对不对 他是一种艺术的 这种 就我刚才说的嘛 就是你要知道 这个人哪不成 是你一生中 最重要的一件事 但是我就觉得 你看越有成功经验的人 比如说这个新加坡商人 可能摄影做得很好 越有成功经验 他就越觉得说 你看我之前的事 我都是我靠我努力就成了 这对你也是 就他的这个成功经验 会给他一种幻觉 他觉得这次也一样 所以他就不断的 往前去这个都 就这个也很可怕 对 他就觉得 其实谈恋爱 我觉得很重要一点 就是在这也是 给这个男性提个建议 有的时候欲清故纵 就是你逼得太紧了 反而把对方吓着 你真正喜欢对方吧 你要先露一点 自己的优点 然后呢保持一个距离 然后把他放了 对 然后呢再露一点 自己的优点 又保持一个距离 然后呢就慢慢的扯这个线 让这女的妈妈她来感动 你不能一下 逼得太急 对对对 钓鱼就是这样 对 鱼上钩以后 你瞪是瞪不上来 越大的鱼越瞪不上来 就必须溜 把他溜得为劲 溜累了再给低了 当然这是一个 另外我还是一个建议 就是说真正的作为爱的话 是你要如果说 我真的爱你 你就应该是让人 对方感到舒服 你不让对方勉强 让对方心里的委屈 所以我觉得 就是我刚才讲 为什么说这个男性文化 女性文化 就是性别文化 就是男性应该什么样的是一个好的男性 我有时候在讲这个 讲课的时候 我会提这个话题 我说其实在初中这个阶段 爸爸妈妈 就要跟自己的孩子去聊 如果是个女孩 就妈妈跟他聊 如果是个男孩 就爸爸跟他聊 聊什么呢 就是妈妈可以跟女儿聊 我当初怎么看上你爸爸的 男人最重要的是什么 你看你爸缺点在哪 但是他优点是什么 对吧 而爸爸要跟男孩说 女人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当初怎么看上你妈妈的 让孩子在初中这个阶段 就是他青春期刚开始 要去学会识别这个男人和女人 而且哪些品质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多家庭 没有这样的教育 然后这孩子一说谈恋爱 都是从文学上来的 这文学就刚刚讲的 现在是电视剧上来的 对 有很多文学都是很荒谬的 天风地裂的 有时候我看那个婚恋片 我都觉得 哎呀这日子过的 我不能理解 干嘛要这么过日子 对吧 对 但是我们就演得特别认真 后来我知道那作者生活 也不是太顺利 就是他把自己的生活显现出来 你就会知道 这种生活不对 然后呢就是人呢 我觉得是这样 你不要觉得我追求他不成就 就我这辈子就完了 但他肯定不是你的 其实俩人要对上的话 他是就是老天造的 就是你的 这个当然这个概率是很低的 一个好的男人找着一个很好的女人 就两个人特相合的 这种是很低的 像您刚才说的这个父母以身作则的跟子女一起讲很难 大部分父子都这么谈 就说儿子我告诉你啊 我这辈子最倒霉的事就碰你妈 你希望千万不要找这样的 以后你有事跟你爸说 你爸给你点意见 都是这个路子 你知道吗 那也可以 就是因为就是我们社会结构决定了社会的每一个家庭是不是幸福 就为什么有制度出现 制度是希望你去幸福 每个制度的出现都是这样 但是制度中一定要有一个局限 就是不能让你完全的幸福 因为幸福的定义本身就不同 那我们过于放纵 在这个社会上肯定是不行的 第一有道德 第二有法律 两条线就把你管得老老实实的